包仔飯的主角 其實是我們的米飯 它那個米是屬於偏硬一點 比較粒粒分明的 這是比較長的那種鮮米 我已經洗了以後 用水泡了一個小時 我就準備了兩種不一樣的臘腸 簡單的先切片一下就可以了 港式茶餐廳都會有一些什麼 叉燒包仔飯 滑雞 沒錯 滑雞 就會讓你哈哈大笑的一碗飯 很滑雞 滑雞 啊 爆笑 我們先把我們的鍋子給它燒熱 加冷油 到處都有沾到一點油 我們剛剛已經泡好的米 現在把水倒出去 米飯給它倒進來 火都千萬不要太大 半炒一下下 差不多1比1的份量的水 上鍋蓋 就不要理它了 就5分鐘 水裡面加一點點的鹽巴 一點點的油 讓我們的菜保持它的翠綠 還有這個中間中心點還有一些水 那我們就讓它稍微再煮一下 好 好 OK 基本上看不見水了對不對 就開始要把我們剛剛調好的料給它放下來 我們給它關起來 然後 包仔飯最好玩也最難也最重要的一個步驟 我們要開始移動它 就讓它上稍微有點斜的 讓它的鍋巴均勻的收熱 我們每一個位置1分鐘 給它換這邊1分鐘 讓它稍微有一點翹起來 剛剛忘了一個步驟 我們稍微一點點的油 我把火關掉 然後把它打開 但是砂坡它本身也還是很燙 我們趁現在 把我們的雞蛋 一顆就這樣打下去 我們要做的一個靈魂料汁 清水 醬油 三勺 然後油 一勺 香油 四分之一勺 吃到來一點糖 半勺到一勺 胡椒粉 攪拌半開 然後油煮滾一次 這樣就OK了 現在這邊差不多了 那我們最後上鍋前 鍋打開 等一下我就給它伸出來 MUTE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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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燙飯 然後再來 我們就把這個飯飯伸出來 好像沒有很過巴 好像不夠巴耶 不行不行不行 再巴一下 再巴一下 不行不行更den halfway 我從化下來 回到搜子就出來了 喔有啊 有辣 OK 222 最後底下的 就是 這個聲音 就對了 噢,卡斯卡斯 雖然我們中間畢竟轉折 但是最後是有成功